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刘浩然也早已签约了陈思诚和压压 刘浩然如今的大红碧蓝 也是少不了背后二位的助力 不得不说 能把十四年的评论挖出来 这界网友也是很优秀了 看来乐华心态的眼光也是很不错的 要知道现在的刘浩然也是粉丝无数 口碑和实力艰巨啊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评论 幸好当初刘浩然没去乐华 不然如今也不知道被造成啥样 乐华公司口碑的急转时下 实在是很多人没想到的 不过前段时间她违约 让梦媚起无宣以二人搭配火箭少女 回归韩团宇宙少女作此之举 也是在是让很多乐华粉凉透了心 不仅如此 乐华的此番作为也严重影响了她的声誉 甚至有网友称赞韩版创造101P第48中 来自乐华的王宜仁不能出道 也是受到乐华此番作为的影响 在乐华搞事之前 王宜仁的排名一直都是位置前列 从没出过出道位 并且还是参加选秀的妹子门票 选出的颜值最高的颜值C位 在乐华搞事之后 王宜仁的排名直线下降 最后未能出道 想想也是 谁会和没有诚信的公司合作呢 乐华此番作为让其男团女团都遭到了群嘲 如此糟蹋自家艺人的公司也是不多了 只能庆幸我们的好人弟弟没有选择乐华 不然可能就无法看到 这个一身少年气的百贺少年了